圣马雕社区进行会 是有一群蒙神呼召的美国华裔基督徒 主成的信仰纯正基督教会 宗旨是以真诚分享祖耶稣的爱 以仁爱服务社区 以宗信培育信徒 这里有神的同在 有人间真爱 这里有神的同在 这里是人生港湾 是清新家园 欢迎 有粤语、国语和英语的聚会 欢迎您和您的亲友光临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到痛苦 我们在这些的问题里面 如果没有好好地去处理 可能我们内心 就会发生怨恨的情怀 有人说怨恨 是心灵健康的第一号杀手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这种负面的情绪 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除掉怨恨 扩展胸襟 让我们一同地来学习 西方里面有一句 厌语说 如果你怨恨一个人 就等于你成为他的奴隶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对人发生怨恨的话 他就会一直地影响你 捆绑你 甚至控制你的情绪 那让我们一同地来讨论一下 什么叫怨恨 我想首先问问江牧师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怨恨的来源 或者是怎么样 扣成我们有这个怨恨吗 讲到怨恨在我们心里面 这个有一个过程的 就是首先当他人的 做了一些事情 引起我们里面的一些 情绪的反应 那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生气 当生气的时候 我们没有好好的去面对 处理这些事情 那么这个生气在我们里面 就会产生一种咒骂的一个结果 或者生气在我们里面呢 就会产生一种抱负的心态 这种隐形的咒骂 或者在我们里面 那个抱负的心态 如果没有好好去面对 那么就能够产生成为怒火 而交习怒火最好的方式 就是那种爱心的色命 这就如同心理学家所说的 这个怒气呢 是我们片刻的疯狂 但是这个怒气在我们里面 我们没有好去面对的时候 终究我们就会成为这个怒气的奴隶 我们就受到怒气的控制 就好像有一对夫妻 他们结婚已经三十年了 在旁人看起来应该是非常恩爱的 哪里知道你仔细去探索的时候 发现他们是经过十年的热战 然后转变成冷战 然后再有十年的冷战呢 转变成不战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是因为起初的时候 这对夫妻 当他们产生一些 令他们里面生气的事情的时候 没有好好去面对或者处理 以至于他们慢慢慢慢的 在里面成为怨恨 而这个怨恨就令到他们的相处 在那里忍辱偷生 在那里非常的挣扎 这就是说怨恨淹没了 就是埋没了他们整个的婚姻 那江牧师跟我们谈到这个怨恨的根源 那我想请孙牧师来跟我们谈谈 怨恨所带来给我们的影响 以及伤害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是经常会有怨恨 有时候是避免不了的 我们被伤害了 但是当我们伤害的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伤害 它是从我们的情绪开始 让我们受影响 情绪就关乎到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们的身体 接着就会受到影响 因此当我们在怨恨里面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内分泌系统 我们的心血管系统 我们的消化系统 甚至我们的免疫系统 我们不会受到很严重的一些伤害 到最后当免疫系统不行的时候 我们就有很多的病就上升了 所以其实怨恨这种事情 当我们想到的时候 其实它只是一次性的事件 就是我们被人家伤害了 就是一个事件 但是当我们不让它解除掉 我们不让它let go的时候 就会在我们的心里面 一直不断地来啃食我们 所以好像举一个例子 我们如果是有人拿刀 就是刺了我们一下 有一个伤口 但是呢 我们如果随着时间 伤口是会慢慢好的 然而我们如果每一天 就把这个伤口打开来看一看 里面有多深有多痛 然后也给别人看 那没事就拿出来想一想 看一看 骂一骂 这样子的话 这个伤口是永远没有办法复原的 所以就变成我们 被人家伤害是一次 但是我们天天用这个伤口来自我伤害 所以就造成一个怒气 或者是一个怨恨 是天天来啃食我们的生命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对 怨恨会带来给我们很多负面的情绪 而这些负面的情绪 会夺去我们心灵的平安喜乐 当你怨恨一个人的时候 你未必能够惩罚得罪你的人 但肯定你会伤害你自己 甚至伤害你身边的家人朋友 有很多人有怨恨的时候 他就不自觉的就会发脾气 或者是就会生一些的愤怒 或者是对别人有一些的批评 冷漠等等 所以我们就会伤害了我们周围的朋友 好像我们常听的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老板 他生气的时候就骂他的员工 然后那个员工回家就骂太太 太太就骂孩子 然后孩子就踢这个 你发现那个怨恨好像会蔓延的 也有一些情况就是 当我们去惩罚别人的时候 如果怨恨变成一种抱负的行为 那就更可怕 我们要学习怎样的去面对这一些心里面的一些负面的情绪 那我想首先问问江牧师 我们怎么样在生命里面可以解除那些内心的怨恨呢 解除怨恨 首要的就是要饶恕 这个饶恕呢 是我们的一个决定 曾经有一位旧徒的姊妹 她为着帮助几位犹太人缘故 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她的家里面就让她隐藏了 就是隐藏了几位犹太人 然后你知道有人去就是告密 以至于她就被下在这个纳粹的集中营的里面 然后在集中营的当中受到了许多的凌辱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她就有机会被邀请到一些教会里面 去分享过去在纳粹集中营里面的一些痛苦的经历 有一次她被邀请到德国的汉堡寺 在一间德国人的教会的当中 讲述她如何经历这样的一个痛苦 她讲着讲着也讲到她内心里面的一些挣扎 当她正在描述的时候 突然她看见有一位男士 从她的座椅上站了起来 当这位男士慢慢地走向她的时候 她的眼睛看着这个人 过去许多的痛苦回忆 马上回到她的脑海里面 因为这位男士 就是曾经当她在纳粹集中营里面的时候 监管她的一个狱卒 所以当这个男士走向她的时候 这些回忆在她的脑海里面 一幕一幕的完全地出现 突然这位男士就双手散开 然后带着一个祈求的一个眼神 问她说 你可以饶恕我吗 这个时候安妮她做了她这一生 最难的一个决定 是的 今天同样地在我们周围的 周围的一些人士 可能也同样地盼望我们 能够饶恕他们不经意 以至于在我们身上所犯的过错 或者有些人呢 他们根本不知道她得罪了我 所以呢 她根本没有那个 想要我们饶恕她的一个意思 或者说她根本不在乎 我们对他们的饶恕 但是这样的问题 仍然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周围 我们愿意饶恕这些 曾经得罪过我们的人吗 是的 很多的时候 如果凭着我们的感觉 我们是无法来饶恕的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靠着那上头 加给我们力量的 在她的恩典的当中呢 我们下定决心 我们愿意来饶恕她 因为这个感觉啊 是需要经过一段的时间 才能够完全地平复 但是我们需要在靠着那个上面 所加给我们力量的 然后我们下定决心 来饶恕我们周围 得罪过我们的人 对 如果 那些人向我们道歉的时候 可能我们比较容易决定 我原谅她 但是如果有一些人 根本不知道他们得罪我们 或者是他们不愿意来向我们道歉 我们还需要饶恕对方吗 你觉得 孙牧师你觉得 解怨是不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呢 如果我们想要从 伤害我们的人身上 得到一个道歉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呢 是不切实际的 为什么呢 因为坦白来说 大部分的人呢 是不懂得道歉 也不会去道歉 那么人 伤害我们的这些人呢 那更是 他通常是不会来道歉 所以想要他们来道歉 然后我们才能够解除掉心里的怨气 那是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要学习到一件事情 解怨 解除心里的怨恨 是我的责任 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而不在对方的身上 所以当我们愿意 因为很多时候 对方他根本也许都不知道 他也没有这个概念 我们已经受伤了 有的时候甚至他们觉得 他们才受了伤 我们反而伤害了他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要我们 要他回来向我们道歉 那真是不是太实际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还会想说 他这样伤害我 我怎么能够可以这样就原谅他 太便宜他了 所以我要带着我的伤口 我天天用我的伤口来折磨他 但是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 实际上他可能根本都不知道 甚至他可能已经不在这个city 都搬走了 甚至都已经死了 我们还一直跟我们的过去过不去 所以这个时候伤害的 受伤的还是我们自己 所以解怨绝对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消除心里的怨恨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依赖我们的对方 而是我们自己要来承担这个责任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观看